坚持住 杉杉 可再 再坚持一下 仁仁 哥 这里有我照顾仁仁 你还是先回去吧 今天的婚姻很重要 你快去吧 这里有我老公照顾 你别担心 照顾好仁仁 兄兵 姜小姐难求 我大海保小 一分 还有其他办法 姜小姐月分不足 又摔了一跤 等于胎位不正 请尽快决定 不休 我 我老婆 她喜欢小孩 见你老婆最后一面吧 哈哈 老婆 你看我们这宝贝多可爱啊 让我看看孩子 宝贝 你以后长大了 可千万不能像某些人一样 仗着自己家有钱有事 不仅要人做追选 还不把别人当人 老公 你在说什么 姐 你没听懂吗 姐夫是在说你啊 你不会真以为姐夫喜欢你吧 要不是僵尸总裁 谁会看得上你啊 老公 这不是真的 对不对 我跟姐夫再是真啊 对你们那么好 我也是没有背叛我 对我好 明明留着同样的心 凭什么你是僵尸大小姐 而我就只是见不到光的表妹 而姐夫一身财华 却只能缺缺于你之下 老婆 你知道我有多盼着你死吗 只有你死了 我和孩子就能明正元顺的结束将军 要不是你那个哥哥 哪里哭了 你觉得我能留你到现在吗 周一身 要是我吓得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真的见人 现在是我被他们推到早产的三分钟前 难道 我重生了 这两个人 现在都这么明显了 我竟然一点都没发现 周一轩 是你依依 我不会再让你们算计我 就是这 之前他们 就是从这把我推下去 孩子 我的孩子 你知道我也多害得你死 只有你死 我和孩子 就能明正元顺的结束将军 老婆 你怎么了 算是 还不能跟他们死 当我自己 是要安全的离开城 我先回屋了 别呀 表姐 我跟你熬了补药 凉了就不好喝了 喝完再回去吧 你走开 你送了我不去 走吧 你就尝尝吧 我先回屋了 我先回屋了 老婆 老婆你没事吧 老婆 我先回屋了 沈尼尔 我当初把你从山口沟里带出来 宫奴书上大学 你被男人骗怀了野种 我看在你是我表妹的份上 借你过来一起养胎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肚子里的年主 可跟我的孩子不一样 不是你随便能碰的 老婆 依依她也不是故意的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就别发脾气了 对不起 表姐 我不是故意的 老婆 咱不生气 不生气啊 老婆 你这是干嘛呀 我有点不舒服 先回屋休息了 你都看到了 他竟然敢打我 还说我们孩子是野种 谁叫你刚才不生气 让他抓到把柄 不过就算这次没成功 我们每天给他喂整 份量就足够让你减制 他药力也有问题 只要能让他冲击外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继承将士 要不然 他那个哥 实在是保护 还是姐夫有办法 等他早餐死了 他的一切 就都是我们的了 没几天了 要是让他知道就麻烦了 那姐夫就不想我吗 要是知道了 提前解决他不就好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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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乖哦 又跟我玩躲猫猫呢 你在哪呢 别闹了 快出来吧 没电了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 我 我就是想偷偷玩会儿手机 怕你发现说我 怎么会呢 来 出来吧 那老婆 你刚才 有听到什么话呢 能听到什么呀 你忘了 装修的时候我怕炒 所以每间房间都装了隔音装置 哦 是我刚才太着急 其实先把这给光 哎呀 你瞧我这脑子 这想着 给这个摆件 翻个位置 不会比较好看 刚才呀 一直忙着在找你 哎 老婆 这摆件 放在这儿好看吗 哎 哎 好看 至少要让他知道 我跟外界有联系了 对了 我刚刚给我哥哥打电话了 老婆你手机没电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冲 啊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就是想看 你记不记得我的事 当然记得了 老婆的小事 在我这儿就是大事 哟 我给你熬的药 快好了 走 带你下楼 老婆 你知道吗 今天的药啊 都是老公亲自给你煎的 等你好吧 来 抱抱 爹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药端吧 好 老婆你没事吧 老公不好意思 我没忍住 要不你去换一下衣服吧 好 那我现在就换衣服 不知道他们还有些什么证事 我得紧快出去 只要出去就乐得救了 回来 了 老婆 老婆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想出去散散步 老婆 外面太热了 你还怀着孕 不宜出 你要想运动的话 就在家里走走就好 我不过就是怀个孕 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老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们出去转转就回来 老婆 问你生完孩子 你想去哪儿 我都陪你去 我 表姐 表姐 对不起 是我没耽误 一夜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老婆 这失业穿着多不舒服 走 带你去换 老婆 在这儿好好地休息吧 久不累 转转 开心 让转 不 让转 咱小兄 回头 仍然在吗 给他送点东西 上哪 把东西给我吧 救死 赵 有 什么声音 大哥 可能是家里的保姆突然放了音乐 大哥 我得赶紧去一趟面对啊 把杉杉给吵醒 这不是杉杉从不离生的手电吗 那是杉杉 是不是杉杉的手电吗 大哥 你看看杉杉 睡觉睡得都迷糊了 竟然把他这么重要的手电 别落在这儿了 大哥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得先去陪杉杉 等他醒了 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老婆 你怎么没换衣服 又跑出来了 我有些害怕 刚刚 刚刚姨好像要推我 雪峰 我没有 老婆 你是误会的姨了 那是你老婆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那谁知道了 怎么那些想不熟的白眼狼 会吃力爬外 李依依 还不快给你表姐道歉 毛手毛紧 不让人争生病了 对不起 你 请你 大老婆 咱们进屋 好 妈 已经有关系了 让我杀了 说过咱们不到办法 所以最后是 巧合生息的之内 我才不会给将这回来 我给你备了 来 坐 这个药 是依依特意给你煎的 对孩子有好多 快点喝了 我这会儿不太想喝 表姐 刚才的事情对不起 这药是我特意为你了 你快尝尝 来 不要 来 老婆 不要 我不喝 冉冉 来 快坐 快坐 哎呀 宝贝 有没有想妈 哎呦 这小脸都瘦了 又挑食了吧 不好好吃饭 尽让妈担心 妈 我 妈 你怎么来了 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不是听说保姆请假了吗 你这一个人呢 照顾他们两个 怎么能照顾得来呢 妈来看看 顺便啊 给你们两个炖鱼汤喝 姨妈 我最喜欢您做的鱼汤了 还是依依管 从不挑食 是你和我妈的关系 什么时候这么好 妈 我去厨房帮你吧 你看你挺着大肚子 也不方便 妈一个人就行了 在这乖乖的 啊 就在这儿等好吃的吧 妈您先忙 哎 好嘞 哎 老婆 咱们趁热 把药先喝了吧 来 老公 我想上厕所 妈 你 你快吧 行吧 这个好漂亮 这可是我妈特意给我求的 只有两个 我跟我妈一人一个 祈福宝平安的 你妈会有沈依依的平安符 黎明雪云一样 凭什么你是江家大小姐 而我只是见不得光的表妹 还是依依管 从不挑食 就像我 所以 你是我妈的女孩 怎么了 我正在杀鱼呢 听说啊 这吃什么补什么 这怀孕的鱼啊 最有营养了 那要是鱼子都丢了呢 呸呸呸呸 这不吉利的话 不能说 妈 拿怀孕的鱼给我做鱼汤 你对我可真好 傻孩子 妈不对你好 对谁好啊 妈不就你这一个闺女吗 对了 你刚才说要报警 干什么 是啊老婆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报警 我刚刚回屋 发现我丢了几件首饰 以为家里进小偷了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告诉我 要让妈报警 我不是怕你工作太累 不想给你添麻烦 不就丢了几个首饰而已吗 等你生完孩子 我陪你好好地再去挑几件 好不好 傻孩子 你看啊 一轩对你多好呀 等我们生完孩子了 再去买啊 还是肚子里的孩子重要 好 都听你们的就是 行什么 他就要被所有人关心 姐夫的眼里只能是我 姐夫 姐夫救救我 音音 然然 音音要生了 咱们一起送她去医院吧 你们去就行了 我在家等着 老婆 我不放心你自己在家 咱们一起去吧 好 姐夫 音音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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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老婆 你也闹了 你一马上要生了 我们要送她去医院赶紧开门 圆圆 你听话别人性了 要快把义轩的手机还给他啊 你快把义轩给提的 开门啊 听话 你马上要生了 我们要不快去医院 正好你也快生了 一起去医院了 妈不会害你的 你快吃 妈 喂 哥 你救我 哥 然然 然然 哎呦 闪闪 你别闹了 喂 大哥 没什么事 然然快生了 情绪啊有点不稳定 压力有点大 啊 见惯了 老婆 对不起 是我太着急了 你早逞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家 我按我就想你去医院 咱们过来 我最后备 我的天花 我最后退of ai 你去医院啊 老婆 快就咬我手 千万不要伤了自己 别怕 妈也在这 你可真爱你了 不过 一直这样咬着手 那可不就 别担心 你老公这么爱你 怎么可能会害你 师生 我老婆就拜托你了 帮我身上 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 别担了 老婆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救命 江染 没人能救你 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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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他人呢 燃燃她是精神压力比较大 恍惚了而已 就是啊 这生孩子哪有不危险 你这一个大男人 动手了呀 走开 别以为你是燃燃的母亲 我就不敢对你动手 大哥 大哥 里面的医生他会照顾好燃燃 不如你先回去吧 大哥 产房里的医生真的是非常专业 你现在进去只会打扰医生 不如你先回家吧 走开 你不能进 放开 别打了 产妇难产了 来 剪子 金神 你去死吧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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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哥 我爱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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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去产房心干什么呀 啊 谁用你动剪刀的 你要害死人人吗 把我这么信 你居然敢害我老婆是吧啊 都是因为产风难产了 你们要再闹下去的话 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哥 走开 我爱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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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直接是先救阮阮阮 我爱医生 阮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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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阮阮 阮阮阮 阮阮阮阮 阮阮阮阮阮 手术很成功 江小姐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要今夜能醒过来 就没什么大问题 然然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周一轩 然然在产房差点被害死 是不是你做的 大哥 你误会 我不让你去产房 是怕你打扰医生 指着这个医生 到底要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别激动 然然是我亲女儿 我一直在旁边盯着 你先怎么会去爱她 都是这个医生 不知道她起了什么心思 让开 说 为什么对然然动手 谁指使你的 没人指使我 是我一时想错了 不能撒了我的脚盘 这话 你还是留给警察 看警察相不相信 还有你 能让人醒天再说 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当初说好的 只要让那女人难产的话 你就给我一百万 现在事儿虽然没办成 不过 我不仅丢了工作 还说不定要进去一回 这个 你加钱 你得再给我一百万 要不然 我可不确定 我会不会说漏嘴 好 你过来 我把银行卡给你 别人心 死死人 才会永远冒生命 忍仍好像又醒了 医生 我老婆她怎么样了 不用太紧张 刚才只是些正常反应 没意外的话 明天就能醒了 大哥 大哥 你已经在这里 守了一天一啊 要不今天晚上 我来替你看燃燃吧 就是啊 不用 燃燃没醒 我会一直陪着她 江燃 你还真是灭气 姐夫 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跟孩子 这不是江燃一直盯着吗 我就好不容易才过来的 要是被她发现了 岂不是功亏一亏 不过就是江家的一个养子 有什么了不起呢 还有那个江燃 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去死啊 既然江燃现在还没有死 但只要她一直醒不过来 到时候 不还是我们说了算吗 否则 就只好委屈你和孩子 见不得光了 那就让她永远醒不过来 然然 你一定要好起来 孩子还在等你呢 江总 不好了 孩子那边突发高热 需要你尽快去做决定 什么 江小姐这边有我们值班 但孩子那边 需要你尽快做决定 好 然然 我先去看看孩子 马上就回来看你 我 我 叶 我 我 江山 你要是死在瘡床上 不就不用遭受那么多罪 你为什么 只不能老老实实去死呢 因为你 我只能坐在我的宫的私生里 我的孩子只不做私生子 我的一切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你这死瘡子 你把这药跟江染的药换了 到时候 他就再也醒了 等药销过去 没有人能够查得出来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去 江山 你就在这里好好躺一辈子吧 你的老公和财产 都是我的 宝贝 办好了吗 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湘染这次肯定活不长了 杨染 好 等回头再好好讲 老婆 你不能丢下我和孩子啊 嗨 老公 看见我活着 你不开心吗 怎么这么震惊啊 你看看这一轩 都高兴得迷糊了 是啊 老婆真的太高兴了 对吧 妈 一轩 一直念着你呢 一宿都没睡呢 对 妈 你什么时候和一轩关系 这么亲近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这傻孩子 这妈不都是为你好吗 是啊 妈和老公对我最好了 还陪着我进产房 哎呀 我那个时候头糊涂了 总想着 老公会害我 是啊 老婆 你那个时候啊 都让我担心死 太表 大哥都差点要打我 对吧大哥 以后好好照顾人 之前的事 我不希望再发生 好 大哥 男人 你竟然已经知道 周一轩心怀不回 为什么不直接拆穿了 要不是你及时醒来 拔掉了人 你恐怕 哥 周一轩做事谨慎 害我的事 到现在都没有留下证据 如果现在赶走她 只会让她拿着我的钱 跟沈亿在外面逍遥快活 我怨不下这口气 我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 寻败名恋 付出代价 你想报仇 我可以帮你 但你这样太危险了 哥 这个仇 我一定要亲自报 你放心好了 周一轩的阴谋 已经被识破了一部分 以她的解释 暂时不会动手 我们只需要等她 露出越来越多的马脚就好 对了老公 啊 等出院了 我们给孩子办个青生宴吧 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僵士启程人 你说好不好 好啊老婆 只要你身体好 你要干什么我都答应 周一轩 这场业会就是为你准备 你准备好迎接我的复仇了吗 姐夫啊 他要给孩子青生 那我们的孩子呢 你最近给我老实的 不要让他抓到把柄 听到没有 周一轩 好戏就要开场了 老公 老公 老婆 今天好漂亮 老公 走 来来来 感谢你们过来啊 谢谢谢谢 周总对江总还真是好啊 要是有宠老婆比赛 周总肯定第一名 孩子都生了 他们还跟热恋一样 真让人羡慕啊 我老公确实对我好 我生产的时候 他都寸步不离地陪着我呢 老公 我有些口温 一一 还不快 淡杯水过来 这是你家保姆吗 还挺漂亮啊 他不是我家保姆 算是我表妹吧 没地方去带我家帮忙 你对你表妹可真好 看她身上穿的 带的这些首饰 都是江总送的吧 都是亲戚 应该的 说起来也是缘分呢 我跟一是同一天生产 但是不知道 他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去看看孩子 就算是表妹 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老公 我好像把哥哥 给我准备的礼物 放在楼上了 你要不帮我去拿下来 好 哥 你怎么才来 都等你呢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 你放心 药都下好 不会出问题的 等一轩从楼上下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来来 各位久等了 我敬各位一杯 来来来 都喝啊 周总不会睡着了吧 怎么还不下来啊 刚才那个表妹 也没下来 我上去看一下 妈 要不咱一起上去看看吧 走吧 走 我们一起去看看 姐夫 我有表姐好吗 老公 你们在干什么 周总居然就 这么和表妹 滚在了一起啊 刚才表现得那么哀怒 难道是周总 这也太饿刺了 可真是个渣男 程医生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份领 还满意呢 这才刚开始呢 老婆 我对你们那么好 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没有 我当初把你带出山沟沟 沟沟沟沟沟沟 把你向亲妹妹养对待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就要瞧我的男人 这个店人 你误会了 我当初不嫌你穷 嫁给你 人性感人慢 还把公司给你管理 你就这么对我 只狼心狗背 是 子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他们俩都躺到床上了 还能有什么误会 老婆 这真的有误会 我就是帮 依依带了下海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脑子就 鱼雾了 等我醒来之后 就变成你看到的样子了 你的意思是 你和她没事 都是沈依依在算计你们 是的 我说的是什么 你敢说你没有勾搭她 她的孩子跟你没关系 老婆 你要相信我 她的孩子是个野种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好 那你证明给我看 证明你跟她没有关系 没有奸情 姐夫 想想孩子 沈依依 我跟你表姐对你这么好 你他妈就这么算计我的 你要感谢法治社会救 要不然你活不到限制 但是江家你来不住 按你之前 我冉冉甚至 骗的东西 我能完毁 朱依依 原来你谁也不爱 眼里只有利益 她是犯错误了 但是这 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这怎么和你舅舅交代啊 和我舅舅 确实不好交代 她身上的衣服 也是将军 够了 够了 就这样吧 不好意思啊 让大家见笑了 改天 我请大家吃饭 不用不用不用 走 老婆 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我真的是没算计的 周一轩 你以为做作戏就可以掩盖你的措施吗 然然 你不会真的相信她的鬼话吧 可是 老婆 我请求你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你也不想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爸爸吧 放心 你转移了公司的财产 还想杀了我 我怎么会让你这么容易就脱身呢 想要染染原谅 必须做个保证 保证 对 我姑且相信你这一次 是沈依依算成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员 你必须将名下所有财产 转移到孩子们 怎么 你不可能 老公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不管是你的财产 还是我的财产 将来都是她一个人的 你在担忧什么 该不会 画面真的有人吧 老婆你胡说什么呢 我现在就见 老公 这就对了 以后我们好好把日子过好 你也就不要再犯错了 好 老婆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周一轩的财产 远远不止明面上的 他替你掌管公司的事 转移了不少财产 那就找个机会 让他一五一十的全部吐出来 你今天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 你为什么不认为和孩子 为什么 我为什么 宝贝 要是我当着众人的面 承认了我们的关系 你现在还有资格站在这砸东西 是 为什么 从僵尸转移的财产 已经够我们生活了 你跟他探配联名 我们远走高飞 好不好 不 我要是现在跟他离婚 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已经把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到那个孩子的名乡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段时间 就委屈你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好不好 你竟然没法跟他离婚 又把所有事都转移给那个孩子 那我们 就把两个孩子换了好不好 我还在旁边点我们大爷 竟然是不会发现的 这样也多了一层保障 好不好 老公 你 在干什么了 啊 老公 你在干什么了 我刚才在干什么了 再聽到寶寶 下 不知不知 哎 你們倆怎麼做的 老公你先去睡覺吧 我來哄孩子 好 哎 這是什麼 一些不要的垃圾 馬上去找 啊對了 來一瓶 過幾天我要出山 你要好好照顧你 好的大哥 你放心吧 立軒轉移出去的財神 都填了虧風 很快就瞞不住 這也是他急著對你下手的 現在公司查證 很快就會發現了 那就幫他一把 讓事情報得更快一些 再送他個計劃 不是說壞孩子嗎 怎麼還是不行 小總 公司最近不是當什麼事 一些項目快有不住了 行不起再調查了 趁著江山這天出差 你要趕快想辦法才是 還有那些虧空的事 好我知道了 等去等來等去 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現在這邊 江春這幾天不在 就是我們下手的最好時機 媽 媽 就看你能不能幫這個忙 非要這麼做 媽 別忘了江世是怎麼為你的 他就是你的五點 只會他死 對我們所有人 都是有好處的 媽 老婆今天打扮得這麼漂亮啊 聽說公司的賬最近有些問題 謝了這麼久 我也該去看看了 好啊 正好我也很久沒去公司了 我跟你一起去 好 冉冉 冉冉 媽特意給你熱的牛奶 喝了再去啊 媽 你這是 特意給我準備的 是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 媽 我們先去公司了 去吧 走 走 喂 什麼 媽 你出車禍了 你先別著急 我馬上過去 老婆 公司的事 公司的事你先處理吧 你先別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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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周易轩先生吗 您妻子湘然发生了车祸坠崖 叫您来确认一次 什么 我马上走 姐夫 湘然她终于死了 我的孩子也可以代替她的孩子 成为僵尸继承人了 她再厉害 不还是为我做了嫁衣 姐夫啊 她死了 僵尸集团就是你的了 而你就是我的了 偷亏了你这个小妖精 姐夫啊 湘然的孩子 你记得处理掉 你放心 谁有我们的孩子 才能继承僵尸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老婆 你怎么能舍得 扔下我和孩子先离开 江山 你死了就别再回来了 你死了 我的 然 然 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这么走了呢 妈 让人 我 让人 江总就这么去世了 确实让人难过 可僵尸集团这么多人等着开工 群伦无首 才是最大的问题 各位 今天 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痛定思痛 当务之急 我们该如何拯救僵尸 这是然然一家人的心血 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他给毁 虽然然然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们还有孩子 我宣布 江氏集团正式改名为义轩集团 由我担任董事长 代替孩子管理公司 这 他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上门女婿 就要侵吞江氏的资产 他和江总是合法夫妻 代理孩子管理也合情合理 然然之前跟我说过 他这怀孕 已经力不从心了 就想把公司交给义轩管理 现在由他管理 也了了然然一片细意 就这么在江总墓前 交接权力 不合适吧 就是 有什么不合适的 在然然面前给他一个交代 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 由我担任董事长 还有谁反对吗 我还是觉得不错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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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对 我反对 这 忍忍 忍忍 我没死 你很失望吧 这是怎么回事 这姜总还活着 姜总 姜总还活着 老婆 看到你没死 我真的很开心 你少装作一副深情模样 我的车祸不就是你干的 老婆 你在说什么呀 简单刹车线 给我下置换计 装作车祸 骗我去那条路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死吗 还好我早有防备 不然就真的如你们所愿 走 小心 老婆 你一定是误会我了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啊 然然 然然 妈妈 我们不会害你的 然然 我看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带上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江然 你不得好死 原来姜总的车祸真的是人为的 这不是以前跟周总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女人吗 沈依依 我们夫妻两个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江然她本来就该死 你激动什么 怕她说出和你合谋的事啊 老婆 我真的没有做啊 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害你啊 不承认是吧 你看看这些是什么 她一个坠婿 竟然想害死江总 真是狼子野心 能做出这种事 还有这些买药的订单 以及被你转走的公司账目 这种你早就要害我的心思 老婆 听我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 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我以为你真的死了 我才被沈依依趁虚而入的 那枪真的不是我买的 这话留给警察说吧 来走 老婆 走 老婆 放开我 幸好提前做了准备 把孩子带回来了 我都还不识字 周一轩这个人杖 至于沈依依的孩子 事情结束后就送走吧 沈依依不肯指认周一轩 那些证据只能证明他出轨 和动用公司财产 却直接定不了他的杀人罪 就算不能直接把他送进监狱 那我也要让他一分钱都得不到 想来 想来被高利带催债的滋味 也不好受吧 然然 然然 你让我来 是不是原谅尹依了 尹依他只是一时小差了 他毕竟是你救救他 我叫你来 就是想问问你 红尹依依是青生女儿 你怎么忍心让我去死 为什么 江家对付宝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然然 你懂什么 你只是个养子 要不是你父亲 我不可能给易奕的父亲 分别那么久 是你们江家 是你们江家 拆散我们的 是你们江 是你们欠易奕的 当初嫁人的时候没说不愿意 现在却说江家拆散了 你不觉得丢人吗 善善 是妈对不起你 你就 你就原谅易奕吧 你让我原谅一个要我命的人 你与其过来求我 不如去劝劝易奕 让他共出主谋 这样他也能少做几年老了 至于你 我不会追求你的国足 但是 你以后和江家 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 大哥 老子的高利贷 你也敢赖着 我一定会还的 都不是江师傅满盐了 你拿什么还 大哥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还的 那就再给你几点时间 你要是敢骗我 知道后 嗯 嗯 江山 是你逼我的 你来干什么 我看你还算是我亲妹妹的份上 再劝你一次 供出周一轩 你在里面把牢底做穿 他在外面逍遥快活 你图什么 我们的孩子 终于名正言顺的 成为江家人了 那是事情泄露了 我们俩都出了意外 以后孩子可怎么办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出卖你的 到时候 你只要肯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然后继承江家 我就是要夺走你的一切 不管是孩子 还是地位 江山 你老公最爱的人是我 你很难过吧 你错了 除了利益 周一轩谁也不爱 看你这么死心塌地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老婆 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周一轩 你不认罪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周一轩 你把孩子怎么了 老婆 我们的孩子声音好听吗 虽然你把他藏得很严实 但毕竟我是孩子的父亲 不能不让我见他 周一轩 周一轩 你别跟孩子动手 你先都好商量 老婆 我想你了老婆 我真的很想你 如果你不让我见到你 我可保证不了 我们的孩子会变成生命了 好 对了 对了 宝贝 一个人来了 我一个人去 我马上就去 亲父的孩子 威胁江山 他要对孩子做什么 去医生别墅 我得先去看看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 师父 这不是去别墅的路 燃燃 你不乖啊 周一轩 你到底想干什么 孩子呢 我就知道你不会老老实实的听话 所以我打算亲自带你去这个地方 也不用想着给你哥打电话 这车上你打个电话 干嘛 叔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老婆你跑什么呀 我是你的好老公 这么害怕我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想见你 想回你 同会员 你难道不想再见见我们的孩子吗 老婆 再不过 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我找到你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婆你相信我 我原本真的拿走 跟你好好过世子 可是为什么你跟我结了婚之后 还是爸这公司 如果你把公司给我 我怎么可能会去见高利贷 老婆 老婆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把离婚协议扯销 我们一下三考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那沈依依呢 你不喜欢她了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啊 之前都是她勾引我 我也是受了她的蛊惑 才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 就让她 也死在老远上 我们一家三考 重新好过日子 是这样 你看 我是真的想带你那贱孩子 崇依萱 你想干什么 那可是你亲生儿子 无法让父母复合的孩子 还有存在的必要 老婆你考虑起初 我 我答应你 你把孩子放了 你要对我的孩子做什么 你怎么出来了 要是不出来 还听不到你的真心话 你还不知道你为了威胁姜染 你要对我们的孩子动手 你可不是你的孩子 是姜染的 沈依依以为那是她的孩子 对了 她不知道我把孩子换了回来 你就是我的孩子 你都说好了 只要我供出你 你就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只好让他继承姜家的 我再敢说 不是你的孩子 姜染的孩子早就被你扔了 你为了威胁姜染 居然要对我们的孩子动手 周一轩 你居然又骗我 周一轩 不会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这么骗我吗 但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们母子 妈妈也太高估你自己了 如果不是你当初上赶的道歉我 我会看得上你 如果不是你幼稚 笨 她妈会有金钱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 我甚至为你顶罪坐牢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你活该坐牢 你只能怪你自己被别人抓了八笔 来 把孩子给我 只要我们还有孩子 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不 你别再伤害我的孩子 我最后再说一次 把孩子给我 周一轩 你姐姐没有信 给我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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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你 你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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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有我在呢 周一轩和沈一一都死了 以后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 哥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是有人给我发了消息 说孩子被人带走了 我 我 我的意义 我的意义 你为什么要害死茵茵 为什么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你就这么希望我去死吗 是你 是你害死了茵茵 够了 这跟然然没有任何关系 害死她的是周一轩 这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 虽然你曾经想要害死我 但不管怎么说 你最后都救了我和孩子 你放心 你的孩子我会好好教养他 绝不会像他父亲一样 依依 你是我的依依啊 依依 只是你最喜欢吃的汤 来 快吃 你敢坚持我 不是依依 我的依依在这儿呢 依依 妈带你回家 妈再也不离开你 不离开你好不好 我们两个走 依依在这里 依依 可不可以 失去沈依依 她疯了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们走吧 以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嗯 我 感谢观看